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吕蒙有关哦 这个故事后来也延伸出刮目相看这个成语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吴夏阿蒙的故事吧 三国时期 吴国有位将军名叫吕蒙 他常年跟随吴王孙权南征北讨 立下许多汉马功劳 吕蒙虽然骁勇善战 然而小时候生活困苦 没读过什么书 以至于许多官员认为吕蒙没有学士而轻视他 甚至暗中嘲笑他是武夏阿蒙呢 有一次 孙权特意召见吕蒙 希望吕蒙多看书来充实学士 孙权对吕蒙说道 吕蒙将军 你已经在军队担任重要的职位 早就不是当年的无名小卒 应该要多读点书 学习古圣先贤的智慧 增进自己的见闻 没想到 吕蒙摇了摇头 说道 主公 不是我不愿意多读书 现在军务繁杂 我怎么有时间读书呢 再说了 我从前没有读过圣贤的书 还不是照样带兵打仗吗 孙权叹了一口气 说道 我不是要将军钻研经书成为博士 而是要你多读书 了解过去的事 况且你的军务有比我的政务多吗 自从统领国事以来 我已经读了史记 汉书 东关汉记 和各种兵书 而且在书中大有收获 孙权的劝告 逐渐说动了吕蒙 让吕蒙认真地低头深思了起来 孙权笑着说道 东汉光武帝 就算操持国事 人手不试卷 曹操也经常说自己老而好学 你何不以他们为榜样 勉励自己呢 在孙权苦口婆心的劝说下 吕蒙终于下定决心苦读群书 吕蒙的学士果然一天比一天精进 后来连学问渊博的学者也不如他呢 有一次 吴国的都督 鲁肃到吕蒙助手的营地巡视 鲁肃原本也很轻视鲁蒙 但是和鲁蒙谈论一番后 才发觉自己的见识已经无法与鲁蒙相比 鲁肃不禁拍了拍鲁蒙的背 赞赏的说 以前我听说你只懂得带兵打仗 没有学问 但今日你的学士渊博 早就不是当年的无下阿蒙了 鲁蒙一听 立即笑着说道 识别三日 就应该要刮目相看 小朋友 鲁蒙的精神是不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呢 虽然鲁蒙因为学问不高被他人嘲笑 但他听取劝说 努力增进自己的学士 最后不仅精进了自己的学问 也得到尊敬与赞赏 小朋友 听完无下阿蒙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主要是在减述 鲁蒙虽然善战却没读什么书 所以被称为无下阿蒙 第二部分主要是在说明鲁蒙转变的契机 孙权以光武帝 曹操好学的精神劝鲁蒙多读书 故事的最后是在说明鲁蒙的变化 鲁蒙开始苦读群书 最后连朝中官员也佩服他的学问 小朋友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无下阿蒙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地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你觉得孙权希望鲁蒙多读书 除了希望他可以了解过去 还有什么用意呢 如果你是鲁蒙 你会怎么回应孙权的劝说呢 小朋友 上面两个问题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朋友、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无下阿蒙 是比喻学识浅漏的人 主要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学识浅薄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无下阿蒙可以怎么使用吧 如今他获得博士学位 当年的无下阿蒙 已蜕变成一位学者了 如今他学问精进 再也不是当年的无下阿蒙了 真可谓 是别三日 令人刮目相看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与无下阿蒙相关的成语吧 相似的成语有 井底之蛙 齿则之泥 相反的成语有 满腹金轮 财高八斗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小朋友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